之前我做了一些FFMPAC教程 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觉得用起来不方便 所以这次向大家介绍一个我最喜欢的FFMPAC GUI Shanan Encoder 这是由韩国人Rena开发的基于FFMPAC的转码软件 免费 无广告 小白或高手都可以用 安装完成后 首先在菜单这里选择你的语言 菜单下方有三种模式可选 基本模式是指下方视频使用同一种处理方式 切换到独立设置后 可以为每个视频设置单独的处理方式 切换到拼接后 就可以将下方的多个视频拼接为一个视频 如果列表中的视频格式相同 则可以做到无损拼接 几秒钟就可以拼接完成 当然这取决于你的硬盘速度 软件右侧是预设 可以用右键修改预设 右上角显示了当前的预设 如果显示为红色 表示已经修改了预设但没有保存 左键点击即可切换预设 点击菜单快速设置 第一个是编码选项卡 在这里可以自定义容器格式 编码格式 视频质量等各种参数 这个质量值越低 画质就越好 代价就是更大的体积 另外也可以手动指定码率 点击配置按钮 可以设置编码器的速度 如果你对这些参数都还不了解 建议观看FFPAC系列教程第二期 这里不再赘述 如果你想拼接格式相同的视频 那么在编码器这里选择复制就可以 如果你想丢其音轨或视频轨 则可以选择无 勾选帧率 就可以修改帧率 请注意 如果你想修改帧率 最好是整数倍的修改 否则会出现重复帧等各种问题 当然一般人也看不出来 除非逐帧检查 勾选图片大小 可以更改视频分辨率 如果修改前后两者的画幅比例不一致 在这里可以选择处理方式 比如原视频是1440×1080分辨率 你想改为1920×1080分辨率 那么有两种处理方法 往两侧填充黑边 或者裁剪掉上下一部分画面 变为16比9 音频这里还可以修改声道数量 从网上下载的高性电影 大部分是DTS5.1或7.1声道的 将之改为2.0声道 128kbps左右的码率 可减小90%以上的音轨体积 AAC编码器有LC-HEAAC这些profile可选 在低码率下启用HEAAC可以改善音质听改 在128kbps以上则不建议使用HEAAC SUNA ENCODE所用的AAC编码器 并非FFMPAC自带的AAC编码器 而是更为优秀的LiveFDK AAC 这也是SUNA ENCODE比官方版FFMPAC更好用的地方 接下来说如何压入字幕 也就是将外挂的SRT字幕 压入视频中变为硬字幕 首先要确保字幕文件名和视频文件名相同 当你把视频拖入软件后 软件就会自动导入盖字幕 接着打开快速设置 点击图片字幕选项卡 勾选字幕覆盖就可以压入字幕了 这里还可以自定字幕样式 比如设置字体字体大小编剧等 如果要设置字幕颜色 可以点击字幕样式进入字幕参数面板 这些参数对应的都是ASS参数 比如Primary Color就是字幕颜色 你可以直接修改代码 也可以使用直观的橘色器工具 这里有很多参数我在上一期视频中都有提到过 有兴趣的可以看我上一期视频 在图片字幕选项卡中 除了设置字幕还有其他使用功能 比如画面镜像旋转调整颜色等 不过我并不建议大家用F1Pack调色 因为不能实时预览 看不到最终效果 调色这种事情还是交给Premiere等专业软件去做比较好 在第三个音频选项卡中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音频处理 如调节音量 调节EQ等 比如原始素材低音过大听着不舒服 想减弱低频 把低频部分往下拉就可以了 这里还有删除人声功能 可以用来制作伴奏等 在杂像选项卡中还有一些实用功能 比如你想把某个10GB的视频保存到DVD光盘中 就可以勾选 根据文件大小设置视频比特率 非常方便 这里还可以为视频添加随音logo 设置随音的位置以及时间 还可以为视频加速减速等等 如果你想以文本的方式编辑各种参数 也是可以的 点击某个预设 选择参数就可以编辑了 Sendal Encode所有的功能都是基于F1Pack 所以适用F1Pack的参数 软件底部可以设置输出路径 可以自定义 也可以输出在原文件夹 设置好所有参数后 点击开始就可以转码了 在下方可以看到转码进度、码率等信息 如果在转码过程中 你突然想用电脑干别的事情 也可以暂停转码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各位还有疑问 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还不错 不要忘了点赞和分享